进来之后的话,在new的过程当中会传参数到内层 内层的话,因为里面有一个value 那我们就传递,因为这个是一个建构值,内层的建构值 传递100之后过来 他就100过来,然后等于value,所以value值会传递到value,存起来一个100 那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return 一个return,这个是英文的int 等于什么value 所以呢,当我在这个地方 存取到他的时候,这边有个叫myint.get result 那get result应该会存取哪个呢 基本上会存取他 会把英文的 加上最初出应该是int 冒号 后面加上100 然后会把值怎么样 丢回来给 这边储存 但是呢,因为我们怎么样呢 复写了他 所以外层的 外层部分呢 也有复写这个方法 有没有 所以呢,基本上呢 我们在存取 存取的流程 上面的组程式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 当我这个地方 new一个 mynumber 基本上是 存取他 那我没有传递任何的参数 接下来的话呢 mynumber 点redout 点redout的话呢 这个地方 会去存 会得到什么呢 myrelout 那这边的话呢 我的relout的这个 就是 谢谢大家